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朋友 今天我们有提到就是关于那个核四 然后停键续键停键续键 然后在这整个的很复杂的过程当中 也曾经有好像是被迫的要续键 因为如果停键的话 好像那个签约、毁约 然后要付的那个compensation的钱是更多的 也anyway 那花了很多的钱 然后盖起来了 然后如果真的如妈祖华卉所讲的 然后如果就是说我们反核四运作 然后不用做来发电 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要用做什么 譬如博物馆 是不是我们应该更主动的出击 有一个更好的替代的方案 谢谢 有没有其他的 有两位 请 我只是补充一下刚刚徐老师讲的那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到的一部分 吴嘉宁老师刚刚讲的增广那个各个层面的那个部分 不晓得在未来 就是说STS或者是其他的 大家在做 就是大家更有兴趣做何能相关的研究 在台湾的时候 特别是东洋的脉络 有没有可能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除了专家的 专家政治还有专家决策这个体系外 另外还有就是 就是在台湾台电还有经济部 能源局等等这些结构之下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公务员的体系 公务员体系的养成里面 它跟这个国家的行政组织 大概是怎么样的结合 包括从两个层面 一个是我们有台电的工会 但是台电的工会 我们是工会的理事长 他是不是很能专家 但是为什么台电工会会是要出来帮 在国外就是 就算是国营事业工会跟事业组之间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可是在台湾他是 那这个是为什么 是因为专家政治导致的 还是是说是一个 我们台湾的这些国营事业体系里面的 一个公务员的什么样的文化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那为什么讲这个是 回到刚刚那个老师要问的部分 再问那个徐老师那边 有三就是台电的 在全国能源会他们的玩法是这样 我想就是丑陋的面大家讲出来 就是刚刚肃清又讲到说 就是三个台电进去开会 就是所谓的专家政治是这样子玩的 台电是三个报名 但是除了台电报名 用台电公司的名义报的以外 他们另外还有用工会系统 还有用其他的 包括不是用台电工会 我之前因为碰到 我想说全国能源会会邀请工会 这是很好的一个态度 结果我就跑去跟他聊天 我说你工会来参加 应该多讲一点话 他说对啊对啊 但是你们环保都是专家学者 我们这种劳工没有立场 后来我就赶快上网 刚好那时候Wi-Fi曾开始 他是台电 在中区的营业处的呃员工 然后他用的是台中市产业工会的名义混进去 也就是说所谓的专家政治的会议里面 其实有这些个玩法 可是在我们的呃 核能的相关的研究部署 今天谈到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是被束缚掉的 那呃呃 你好那个高淑芬佛光大学社会学系 呃就是呃 放入刚才那个康少老师讲到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我的我的观察 我其实觉得呃 311之后事实上 我觉得对台湾啦 台湾在整个这个这个核能 这个议题上呃 其实我觉得 我我我感觉到其实也许这会是一个契机 那这个契机 事实上我觉得从刚才整个panel就呃呃 呃呃呃 几位老师的分享 那当然我觉得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比方我们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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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几年我们开始可以有一点这样的契机 所以那个部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 其实它是必定市定一定要持续的不停的做 那我们在座可能有相当多的可能是老师 或者是一些特别是我觉得在这个NGO的这些朋友们 我的感觉台湾的这个环境NGO 事实上在这个议题上面真的是带着我们的社会 然后在很多的知识的一些累积 成为跟比方说台电啊政府的一些主流的论述 形成一种我觉得可能一种 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是我们对抗的一个论述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论述的一个建立 可能透过民间的我们刚刚讲说教育的一个部分 在我们的民间市民社会里面 真的要去形成一种一种我觉得价值的转换 或者是或环境社会学里面讲到的一个典范的一个转移 那因为那个部分的累积我想很可能在311的这个事件之后 我觉得可能台湾的整个社会应该会在这方面 稍微比我们讲过去那个能量要应该要多一点 那接下来我想我有个问题比较就是说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怎么走 那其实我们在场有很多位是那个环境NGO的长期的工作者 那我其实觉得像你们在整个 不管是在整个那个科技的一个民属 或者说我们讲说各个不同的一些相关会议的专家会议当中 其实似乎感觉上碰到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那不知道说我们以我们在座的这几位环境NGO的朋友们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可以我想听听看就是说 你们是不是认为说有没有什么事情 其实是在结构面上可能可以做一个一点改变 那这样的这个部分也许 我想从社会的一个运动的角度 或者是说从学界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可能可以共同的做一些实力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也许可能可以怎么走 会更具体的从制度面上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些部分 谢谢 那么那个主办单位已经给我一条子 说一分钟只剩一分钟 那个刚刚早就超过 我想后一句刚才徐老师讲的是 这个主办单位的一分钟是我们台上的五分钟 那我想刚刚几位林言人 那么就林老师 那么是我想剩下的时间 我是不是让林老师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发言 或怎么样 这样好 因为时间的确是不太够 谢谢 我想我还是如果有机会留给其他 或者简单提一下 基本上呼应刚刚康平事长提的 我基本上自己的观察也是觉得公共机关 如果刚才也提到机关的意识形态 这部分其实是我在最近看到蛮复杂 但我觉得台湾 这个刚刚就要全面再谈出脉络 我觉得台湾在某种程度 真的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政治脉络来看 这次如果目前的刚刚的所谓核四虚间 一二三研议 停止是在民党时代继续做的话 我觉得民党时代就会受到更大的反扑 各位看到之前阿扁做那个停建的决定的时候 那个公共体系算上面的部长 是因为是政务官 所以他们是按照执行的政策 下面的全部都是完全是反弹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么巨大的脱节 所以我觉得公共体系或是这个部分的那个机关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这是非常 谁来做今天的园长会主委 大家都很难去改变这个现在的这个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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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的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有需要更大致度面的解决 那这我想这个第二个我讲很快回应是刚刚这边提到公民投票 那我基本上我是从AXIS strategy来看 我刚刚基本上同意树心提的这些公民投票需要很多的限制条件 你目前的公民投票的法案还有台湾的整个 它可能不见得是马上作为很好的一个决战点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一个在这时候解决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很不希望它只是变成一个政党轮廷 可能今天支持的或反对的 然后变成这个变成一个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社会需要一个长期对话互相的理解 包含刚刚提到的资讯解法 我觉得之前核四庭建的成本也没有好好的估算 然后这个都是一边说的算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有很多的部分 包含现在我觉得也要去算 搞不好停建的成本是比较便宜的 可是这个部分可能要怎样去说服民众 因为其实在从气候变迁的议题来看 很多就是觉得说你现在不付出一些成本 你未来成本可能更大 这是stern report 它提出来一个重要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或许有一个这个成本 可是未来的那个不因应的成本 不停建的成本可能更大 我觉得倒用stern的概念来看 所以这个成本效益怎么算 这个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边的资讯揭露 还有这些计划意识 或许是一个在这时候解构一些知识 才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要寻求对话 我觉得要变成另外不同政党轮廷 这还是变成一个政治工具 或是完全没有办法披止这个社会的真理 我先做回应 谢谢 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了 是不是 抱歉 我想不要让主办单位为难这样子 那我知道大家还有 包括很多演员人都还有很多的想法 如果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热烈的讨论 那时间也许等一下三回之后呢 那么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延续下来 那我最后只是想讲一句那个 那个Dr. Michael Schneider 好像他现在没有在这边 我觉得他今天有讲一句话 我想最后一次 我想讲一句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恐龙 但是他有讲一句话还蛮好的 就是说希望核电 那么他今天其实只是在未来的花园里面的一个大恐龙 那么我们的Garden 那个以后的那个能源 这次会有相当大的转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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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